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词词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龙纹大罐它的变为 那么这一件这个图形的啊 这个青花龙纹大罐呢 在世上的仅见一见 是法国的一位老祖母所拥有 后来传给他的儿子 再传给他的孙子 那么后来在Christy上面拍卖 迦士德上面 那么房品呢 它的这个用呢 就是错的 我们看哈 然后呢 它的这个气形 它的镜和肩这个地方也是错的 呦呢 错在哪里呢 就是应该是青白柚啊 它这里边就白中泛黄 这个我跟大家讲过 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不能解决的 除了做超金方的那种的很花大价钱啊 然后他不想在市面上流通 然后拿到拍卖公司去卖的那个例外啊 另外呢 他这个款制大家看哈 这个小的这个是这个原来这件大官上的款制 那么后边的那张图的是房品的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给真伪的这个区别 另外呢 他的清花啊 清料呢 那个时候在啊 虽然是用的苏玛利清料 但是呢 画的是非常的精细 再看他的这个房品啊 画的是 他想要表现出来所谓的苏玛利清的那些东西 但是呢 就画舌天足了 恰恰这些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包括这个笼罩 画的也是非常的差啊 没有力度啊 看着好像是挺有力气 但是实际上没有力度 而且比例也是不对的 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对比 自己就可以进行一个了解 另外呢 这只罐他的底足啊 虽然出现了十字纹 但是他有修足 修足以后还有十字纹 那么这件房品啊 他用的是平足啊 这个是差之千里啊 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